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休赛期截止目前 胡人毫无疑问是最活跃的球队之一 不过 即便他们将球队 阵容大名单人数填制14人 完成了角色阵容的大坏写 但说实话 胡人的实质问题并没有被解决 詹姆斯年纪又大了一岁 微少的问题以及戴维斯的伤壁 仍是悬挂在胡人头顶的一片乌云 如何把这两个大麻烦给解决或是规避掉 胡人才算是能够重新从逆境中重新摆脱出来 而目前能够在处理掉微少合同的同时 还能保证球队天赋不出现下滑甚至提升 欧文是胡人唯一的一个选择 这段时间的一列报道似乎都在阐述一个结论 那就是欧文已经成了胡人囊中之物了 然 就当胡人球迷都在等待着欧文加农的时候 事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短 如今欧文和杜兰特在新赛季携手回归 难忘成了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关于欧文的交易 有一个前提是 他的交易很大概率是会在杜兰特的交易之后才会完成的 难忘管理层目前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杜兰特的身上 他们并不着急和胡人去谈判有关于欧文的交易 胡人也不着急 他们也在安静等待杜兰特交易的达成 然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杜兰特的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 预发成了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 早些时候 根据NBA记者沙姆斯的报道 步行者已经给受限制自由求选艾顿 开出了一份四年1.33亿美元的合同 根据补充报道 太阳将会匹配这份合同 将艾顿留下 太阳的这个操作非常简单 他们想要留下艾顿 但又想省钱 不愿给艾顿领心 说难听点就舍些艾顿 拥有鸟权的情况下 太阳可以给艾顿开出涨幅在8%的顶星合同 其他球队只能给艾顿 开出涨幅在5%的顶星合同 太阳给艾顿开出资质报价之后 其他球队步行者只能够给 艾顿开出四年1.33亿美元的合同 太阳在拥有鸟权的情况下 选择匹配就可以将艾顿留下 从同届新秀东写起 特雷杨甚至是小麦克尔波特都拿到了 5年2.07亿美元的超级定薪就可以看出 身为壮业秀的艾顿 因为太阳的操作损失了多少钱 然 这比签约和蓝王 以及杜兰特又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蓝王随对记者社费尔的报道 未经同意的话 艾顿在一年之内不能被交易送走 可以看出 蓝王对于艾顿 先签后缓加盟球队并没有兴趣 而太阳也不可能送出蓝王新移的布克 两支球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 也就是说 在艾顿的这笔签约完成之后 杜兰特已经不可能加盟太阳了 另一支杜兰特新移的球队 热火虽然仍有机会得到杜兰特 但他们也仅存里内上的可能 在无法送出阿德巴越的前提下 蓝王对于热火的一系列筹码都没有任何兴趣 他们甚至都没有准备和热火进入深入的讨论 说难听点 杜兰特也基本不可能加盟热火 目前被认为在筹码上最有优势的是猛龙 不过他们并不愿意把巴恩斯放进交易当中 半个月以来 蓝王只是收报价 他们没有和任何一支球队进入更加深入的讨论 其他球队的报价蓝王看不上 而这些筹码在对手球队看来已经是极限了 杜兰特交易逐渐变得不现实 那欧文就更不可能离开了 原本欧文就从未向蓝王管理层申请过交易 并且蓝王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微少的合同 如果杜兰特没有被交易送走 蓝王更不可能为胡人做嫁衣了 不过 胡人还有一个在杜兰特交易之前解雇欧文的办法 在经过多轮讨讨论试探之后 根据报道 只要胡人愿意在微少的交易中 送出两个手轮选秀权 送走微少搭一个 得到欧文搭一个 蓝王和胡人的交易会在短期内就被完成 不过 佩林卡并不愿意在这方面妥协 在胡人管理层眼中 欧文如今的交易价值非常低 他们并不想做冤大头 胡人只愿意给出一个手轮和一个次轮的筹码 这样的筹码对于蓝王来讲并没有绝对的吸引力 现在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一切都要等到杜兰特的 未来尘埃落定之后 才有结局 在我看来 事态照着如今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大概率杜兰特是要留在蓝王了 而胡人也将无缘得到欧文 然 不管胡人能否用微少换来欧文 他们仍需要支力去处理掉微少的合同 现在微少不仅仅是一家的问题了 胡人的内部已经出现了矛盾 一名胡人球迷晒出了胡人的官推背景图 他们的背景图是一篇的冠军旗帜 该球迷嘲笑蹄虎官推 背景图是球员们的自拍照 蹄虎官推显然不想坐以待毙 他们回应写道 是的 我们的球员们团结一致 他们坐在一起 而不是分别坐在球场的两端 不得不说 蹄虎的这波反击嘲讽有点珠心了 他们再次把詹姆斯和微少 在同一座球馆中却没有任何交流的事情拿出来 讽刺如今胡人内部出现问题的事实 佩林卡也很清楚 如果带着现在的阵容进入新赛季 那胡人更衣是会发生什么真没人知道 不管是继续追求欧安 还是将目光放在希尔德和埃尼克戈登的身上 胡人都将专注于送走微少 微少的离队是肯定的 要么休赛期走人 要么下赛季中旬走人 即便哈姆在公众场合多次表态 微少已经愿意接受自己对他的定位和改造 但从微少的生涯来看 没人相信他会真正愿意做出那些改变 虽然看起来 胡人上赛季经历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赛季 不过在这个糟糕的赛季当中 胡人还是有收获的 胡人绝对经历了一个让人不想回顾的赛季 不过对于他们的落选小奥斯汀里福斯来讲 这个赛季有很多值得他细细品味的高光时刻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里福斯从个人和球队 两方面谈到了本赛季的表现 他如此说道 就我个人而言 过去的这个赛季真的很棒 我所做的一些事情都很特别 当然了 这仅仅只是出于我个人的角度 站在球队的角度上 我的意思是 无论如何 这个赛季的成绩都是糟糕透顶的 我们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我们有很高的期望 但自始至终 我们没有找到磨合的感觉 我个人的最终目的是赢球 所以这挺糟糕的 很显然 里福斯是胡人为数不多的发现 他的经历可以写成小说了 为了加盟胡人 李福斯在次门被告知将会被胡塞提前选中的时候 他退出了选秀 这需要一定的勇气 任何人都想进入NBA 次门秀机会更加宝贵 在成为洛选秀之后 他只参加了胡人的实训 也就是说 李福斯把自己其他的路都堵死了 如果胡人没有看中他 那么他至少再过去的这个赛季 不会出现在NBA的赛场上 幸运的是 胡人给了他一个参加训练营的机会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在所有人都在思考胡人最后一个 阵容名会先下哪名球员的时候 李福斯的双向合同得到了转正 他占据了胡人最后一个阵容戏外 加世赛三分压绝杀独行侠 主场对阵爵士最后时刻 命中锁定胜举的三分 首官站在一场发展联盟比赛当中 李福斯轰向了31加16加10的大号三双 防守端他也送出了两次抢断和一次封盖 其中一次抢断出现在了 最关键的常规时间最后时刻 李福斯完成一条龙反击 帮助胡人把比赛拖进加10 并且最终取手 对于李福斯本人来讲 这个赛季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一切都很特别 不过 作为一名定位乘三地球员的年轻人 李福斯的防守对抗和 三分的稳定性有着严重的缺陷 身体方面就不说了 除了一米九十六的身高之外 李福斯非常瘦弱 即便他有着出众的防守选位意识 但薄弱的对抗让他很难 真正让进攻球员平下脚步 而在三分投射方面 李福斯的赛季三分命中率只有31.7% 在这个休赛期 李福斯的训练针对性很强 他除了训练投射能力外 就是增重 根据胡人随队记者布哈的报道 目前李福斯已经增重了12报 李福斯已经找到了新的营养师和厨师 他对自己的身体力量方面的管理更加严格了 另外 李福斯在采访中还表示 不管在赛季的哪个阶段 他要做的就是把球投进 还有一点让人兴奋的是 根据布哈的补充报道 在赛季结束之后 李福斯只回家休息了两周 然后就开始了举动和投篮训练 布哈透露李福斯在常规赛结束 一个月后就回到了胡人球馆当中 每周四天 每天三次训练 包括举重 和队友一起训练 晚上回来继续投篮训练 和李福斯一起训练的助教包括菲尔汉迪 理查德森 约翰卢卡斯 以及刚萨雷斯 根据李福斯的经纪人赖利的说法 胡人在李福斯训练的期间 告诉他让他可以回去休息一周 但李福斯的反应是 却他的 我要回去训练了 李福斯清楚胡人下赛季对他的期待 他需要把球投进 这也是他拿到下赛季 合同中全部保障饥饿的根本 对于自己一周训练四天 每天训练三次的训练计划 李福斯在整个修赛期都没有改变的想法 他从开始训练之后 打算在胡人训练馆一直待到 九月份的训练营开始之前 用李福斯的话说就是 我已经坐好了在这里 度过休赛期剩余时间的打算 李福斯甚至都不准备回到阿根色州 给大家看